肉也要买好几年 二叔 二叔 还讲不讲 算不得讲 三十个 好 山西红五十 便宜卖了 十元四斤 一 十元四斤 买了一斤多的肉 好久都没买猪肉了 原本我以为它会涨价 结果还降价 今天这个肉我打算来做白萝卜 焖饭 因为今天又停电了 估计等电源来的时候一般都会十二点 因为十二点我们下班了 就把电源介绍 现在去买一根白萝卜 你要泡厨来算 买了一根萝卜 哇 杀萝卜 青萝卜 萝卜又小又长 太小了 烫两根蒜苗 扯这么几根 留一点味道就行了 不敢多吃啊 这蒜苗还没长大 现在吃划不来 洗好的萝卜 切成小块 蒜苗 蒜苗 大火葱 生姜 现在准备开始煮米 加一点水再过去 水盘盘盘 把洗好的米放下去 煮到七八成 然后滤起来 锅里倒一点油 葱姜下锅 煮热 今天我就不放豆瓣姜了 试一下放一点好油看看 萝卜 萝卜 蒜苗 放一点生抽酱油 盐 阿米 倒下去 不满蛋 火 这里面买一瓢水就行了 差一点小孔 盖子 开小火 好了 能不能有二多分钟 流入嘴 这都是 noticed 牛肉 放入冰箱 盐有的吗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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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的 最近有没有的 好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多得掉弯了嘛 把它够出干 你够出干 够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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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联介 够出干 加入阴それ 才打出干 那一只好成鸡米生的一只